大家好,我是焦宝妈妈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一道好吃的 干香菇50克 加入足够多的温水 盖上浸泡15分钟 15分钟以后 干香菇泡软了很多 变大了很多 捞出来 把脏水倒掉 重新放回到大碗中 加入一点面粉 加入水 进行搓洗 这样可以很好地去除 香菇表面的污垢和脏东西 用清水多清洗几遍以后 重新放入到大碗中 加入足够多的温水 盖上浸泡直至变软 准备酵母1.5克 普通中筋面粉350克 稍微地搅拌混合 加入盐三克 搅拌混合 准备室温水 220毫升 边搅拌边加入水 接着用手来和这个面团 接着用手来和这个面团 稍微地揉几下 这个面团非常容易就和好了 是一个偏软的面团 但又不粘手 刚和好的面团不光滑 大家不用担心 盖上松弛15分钟 15分钟以后 这个面团变得软了一些 再稍微地 就像这样揉几下 就变得光滑了 把揉面的垫子铺好 把面团稍微地揉搓成长条 从中间切开 把它们分成16等分 每一份约35克 用双手稍微地搓一下 把每一个都搓成一个小长条 在盘子里边 倒入15-20毫升的植物油 刷子刷一下 接着把搓好的长条 就像这样 一个一个的表面 沾上一层植物油 植物油不需要放太多 摆好以后 再在它们的上面 薄薄地刷一层植物油 保鲜膜盖上 放入冰箱冷藏一个小时 让面团变得非常的柔软 又不至于发酵 接着来准备一个馅料 包菜400克 用凉水浸泡 多清洗几遍 清洗干净以后 控控水 切成细丝 从中间再稍微的切一下 切的短一点 粉丝一把50克 用温水 盖上浸泡10分钟 浸泡变软了以后 放入凉水中 从凉水中捞出来 这样粉丝 变得既柔软 吃着又有弹性 切成小段 不需要切得太碎 去皮的胡萝卜 150克 先切片 再切丝 再把胡萝卜丝 像这样切成小段 被温水浸泡过的干香菇 非常的柔软 浸泡过香菇的水 也非常的干净 倒掉有点可惜 直接拿来做它 非常的美味 用手捏去多余的水分 直接切成薄片 再切成小丁 锅加热 放入植物油15-20毫升 先炒香菇 用中火炒 待香菇稍微的变软一点 加入生抽15毫升 翻炒几下 加入蚝油15毫升 约25克重 倒入胡萝卜丝 稍微的翻炒几下 胡萝卜丝变软了以后 加入切好的包菜丝 这个时候要用大火炒 这个时候要用大火炒 迅速的翻炒几下 光火稍微的亮一亮 倒入一个盆中 加入切好的粉丝 一勺芝麻油15毫升 也就是香油15毫升 稍微的搅拌混合 加入白胡椒粉一克 盐5克 搅拌混合均匀 因为都是熟的 可以尝尝味道 嗯味道不错 一个小时以后 小面团从冰箱里取出来 面团变得柔软又有弹性 放在垫子上面 就像这样 哇哦 非常的容易 你想要多薄就有多薄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 关注我的频道 请不要忘记 关注、点赞、留言和分享 感谢支持 放上馅儿 把馅料放在这个面皮的一头 再靠里边一些 这样就非常的容易卷了 用同样的方法 很快 我们就把16个都做好了 烤盘里放上一张烘焙纸 把它们逐个摆在烤盘里边 在它们的上面 薄薄的摔一层植物油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 190摄氏度 也就是375华氏度 烤25分钟至金黄 想吃炸春卷又怕油多 喜欢吃带馅儿的酥皮点心的朋友 可以用这个方法 不吸油 外皮酥脆 而且不发硬 馅料很好吃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不要忘记关注 点赞 留言和分享 感谢收看 下次再见 再见